《Harry Potter Exhibition 》哈利波特展覽 開幕典禮以於昨日舉行 在今天,12月15日 與澳門倫敦人正式開幕 這個全新互動式的巡迴展覽 是首次登陸大中華地區 也是有史以來最全面展現 哈利波特及魔法世界的展覽 地超過3萬平方尺 包括超過20個展區 帶領大家進入魔法世界 展覽適合不同年齡層 來自世界各地的哈利米 與剛剛開始探索魔法世界的人 大家都能夠開心愉快地 暢遊魔法世界 麻瓜也滿難度 由今天起 每天開放時間為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而票價分有好幾種 成人單入票澳門幣218元起 及小童單入票澳門幣168元起 有關詳情可登入官網查閱 展覽用一流的沉浸式設計 大家在進入展館時都會獲發一條碗帶 用來制定你的專屬的聖化魔法旅程 大家可選擇自己的霍格華之家族 魔法像及專屬護法 製造讀音無意的難忘體驗 並透過參與互動活動為自己的霍格華之家族 贏得即分 時不宜遲 現在就帶大家看看哈利波特展覽吧 展區分區介紹 進入展覽時 好像主題樂園的遊戲一樣 有向導帶領 看一些進入魔法世界的物件 展示了被封印在古靈國金庫中的 哈利波特與魔法石手版 並設有鼓舞人心的影片和名言階句 讓訪客參觀展覽時 再次聯想起精彩的故事情節 第二進就是霍格華之城堡展區 以多媒體體驗為主 及劫道地圖等標誌性元素 當大家見到自己名字顯示時 就是正式走進魔法世界自由走動的開始 移動超障大廳 展示了學院的課程動態超障場 連肥女人都驚喜地現身於此 大家可以與超障畫門好好拍照留念 霍格華之學院 整個展覽體驗的基礎 大家在門前已登記所選的霍格華之學院 體驗更多個人化時刻 雖然大家可能只傾向其中一所學院 但與擁有標誌性分類舞的大廳 可以體驗所有學院 四周精美的彩色玻璃窗上 更有全新設計的各圓圓廢 是拍照打卡的絕佳地點 霍格華之大禮堂展區 電影內標誌性的建築 慶祝魔法世界的盛大時刻 霍格華之教室區為 佈滿了標誌性的道具 魔法生物及服飾 透過觸控顯示評與魔法課程和遊戲互動 探究魔法教室的幕後秘密 大家可在魔藥教室內製造魔藥 在尖白學教室內 預測未來 在草藥學溫室中種植萬德拉草 萬德拉草門真的狠草草 而在黑魔法防禦術教室中使用魔法象 打敗幻形怪等 在海格的小屋及禁計森林提供互動式互發就體現 大家可發現隱藏於森林內的各種著名魔法生物 如半人馬和半眼巨豬 並可於海格的小屋內盡情探索 灰地奇時刻提供遊戲玩樂 讓一眾大小朋友都能好好成為灰地奇投擇手 鍛鍊一下自己的身手 是否能夠每球都能成功投中獲得分數 怪獸系列展區及傳送門之旅 展出多件在怪獸系列使用過的真實道具 讓大家扮怪獸躲進皮箱 也讓大家也能極速體驗傳送到各魔法世界之地區 魔法部 劃分了多個國家的魔法部場景 讓大家置身於氣內不同的魔法部 輕輕鬆鬆遊走多個經典場景拍照 哈利的房間 重現哈利波特經典的家中樓梯底房間 同時也能讓你置身其中 坐在床上 感受哈利原來的家中房間 士多摩的狹窄 佛地摩來襲 區域主要展示出所有與佛地摩有關的東西 包括佛地摩在牆上寫的血紅字句 佛地摩使用的魔法像、服飾 以及佛地摩的使用物品 冥想盤劇院 區域主要展示了院長鄧不利多 經典的撕水盤場景 以及電影當中部分與其相關的電影片段 哈利波特展覽紀念品專門店 看完展覽後 可在紀念品專門店挑選獨家系列商品 當中包括最受歡迎的朱古力花和奶油啤酒 以及在其他魔法世界中沒有的商品 還有更多打卡及玩樂的設施 留待你們慢慢發掘吧 想看更詳盡的圖文資料 記得看看下方資訊欄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買到台詞 AKING PAO TORONTO